奉圣父、圣死和圣子的习 在今天的福音中 主耶稣抬头对温水的忠语 特别是祂的祂的祝福祝道 允许资格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面的九重祝福 主耶稣亲自应述说 天国是所有信徒的 所有的信徒必得到安慰 所有的信徒必承受土地 所有的信徒必得保佛 所有的信徒必蒙联密 所有的信徒必得见上父 所有的信徒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天国是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 弟兄姐妹们 你们看 上帝所赐个所有信徒的 是何等的慈爱 何等的丰富 我们看到 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要由祂的藏幕复毙我 祂要祂公义的白桃 祂所赐个我们 使我们不再饥渴 太阳已被困伤害 祂所任何的炎热 也不至于伤害到你 还有祂坐在宝座上的刀羊 我们必亲自的固扬 领我们到生命水的人选 我们的上帝 必要插去我们一切的人选 我们知道 所有忠信的信徒 就是被我们主耶稣基督引领到 而永生的众世代圣徒 他们从各邦国 各支派 各民族 各人来到上帝的国里面 这些众世代圣徒 一路在上帝的导座前面 昼夜在祂的圣殿里面侍奉它 今天我们也与众世代圣徒 站在宝座高游面侍奉 站在上帝的圣坛前面 身穿白衣 手拔棕树子 与那天使和所有天上的圣徒 一起大声地喊着说 和善那 和善那 和善那在那至高之处 愿旧恩归离了 坐在堂柱上的我们上帝 也归于堂游 这实实在在是 主耶稣基督应许 赐得所有信徒 在基督里面的祝福 让所有信主的人 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 他也能够让众世代圣徒 我能够很远无据地站在上帝的宝座和高游面前 站在上帝的圣坛前面 但是 在我们基督徒今生的生活中 人员会在世界 无为种种的引诱 世代 世代压迫之间 摇摆不定 在圣徒与罪 信心与怀疑 喜乐与恐惧 常常病情 信徒人员 常常面临着心灵贫穷的恨火 面临着时常犯罪的伤处 面临着卑微的低下的增长 面临着为义受估害的威胁 面临着为信仰耶稣基督来遭受辱罢 破坏 毁坏 人生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以来 上帝的先知们和训道者的宣学 见证了教会的苦难生长 弟兄姐妹朋友们 在这样的争斗中 是谁平息了我们心灵的疲惧 是谁安慰了我们的感性 是谁赦免了我们的罪恋 我们感谢耶稣基督 他曾用自己的血 把幸福的衣裳洗得清白 在他的教会里 就说圣灵在基督里面所赐下的信心 在洗礼中 他把新的生命赐得了所有的幸福 他在圣道中不断的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交换了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的土耶稣基督 他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和挣扎 他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也需要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祝福 这九重的祝福 是赐得所有信靠他的全体圣灵 愿圣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珍贵 全能 力量都归于我们上帝 迟到永永远远 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